当相亲对象 你快点 好了好了 马上 变成了房东 张望 你上次走为什么不走 那灯不是拆着的吗 我以为你知道我在里面 可是我一个人现在从来不关灯的 你看 那我哪知道啊 刚才你我的眼睛都已经不干净了 怎么就不干净了 我们得写个合同了 写合同在啥呀 写租房合同呗 哦 这 这样 你有什么想法吗 可以先说出来 然后我写在里面 没想法 没想法 我有处在这里就行 那就行 你等我一下 啊 好 那可以了 你先把身份证找出来啊 啊 好好好好 我从头跟你说一下吧 啊 说 每月六千三百 三百 有什么问题吗 这 太少了吧 不然我说你加点吧 要不然我这一大满的 我聊些事不过我去 你往下听 我有三个事要索给你一下 三 三个事 什么 哪次 无论卧室 全屋的打扫 全屋打扫 我 我 我自己吗 一周七天你四五三 行吧 行吧 嗯 然后第二件事 未经管钱允许不允许 再任何人来 呃 行 这也行 可以啊 嗯 然后第三个事就是 在管钱有需求的时候 冲当男朋友 这太突然了吧 男朋友 我冲当 你 你男朋友 对 我们不是刚向过去吗 呃 也是啊 不对 那什么叫有需求的时候 嗯 这么和你说吧 例如我妈催婚的时候 你也看见了这屋里 一对一对的 一双一双的 都是我妈不得 就是为了让我结婚 但是我不想 所以如果她问起来 你就说 是你不想结婚 嗯 这不太好吧 这么这么 这这么对你薄目 不让你白灯 一次八十 那那行 那行 那好 长交 行行行 谢谢